画面中的人叫张玉鹏,今年29岁,他的父亲曾是远望二号航天测量船上的一名后勤人员,在张玉鹏刚出生时,就为工作献出了生命。 四年前,张玉鹏追随父亲的脚步来到了远望号,目前在远望七号船上担任通信系统助理工程师,近日他在船上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张玉鹏的父亲张志宏于1982年起在远望二号船上工作,先后做过裤管员、甲板机械员、厨师等工作。 张志宏工作起来不顾自己的身体,导致积劳成疾于1990年去世,当时的张玉鹏出生仅56天,因此他对父亲的记忆除了来自长辈的讲述,就只能通过翻看父亲的遗物来感受。 然后他的一些,我记得一些书,包括他一些个人用的一些东西,我也是上初中的时候才慢慢自己找出来的。 通过看他的书,包括那个也是翻了很多遍里边,他喜欢抽烟,应该是,然后基本上那个烟味比较大的那种。 虽然记忆中难觅父亲的身影,但父亲的经历仍然影响了张玉鹏的人生。 他谈言,选择到远望号上工作,也是因为父亲。 希望来到这个地方来感受一下,也就是真正的去体会一下到底为什么当时就是他会这么认真地去工作, 然后包括家人对他这种认真也比较支持,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这种的话对我的吸引力还是蛮大的。 张玉鹏工作的远望七号是最新一代的远洋航天测量船。 他所承接的正是张志宏当年所在的远望二号船的航线。 而张玉鹏来到远望七号时,恰逢船只,开工建设。 我最难忘的就是我们去接新船,去接造船的时候,那段时间是最艰苦的。 比如说去产业线来,包括去从无到有,一个去慢慢地见证他,慢慢地生成这个执行任务的能力。 这段时间,我们完全的是陪同他一起成长的。 目前,张玉鹏在远望七号船上负责岸船之间的网络通信,他工作认真努力,与父亲如出一辙。 不过,如今的远望七号设施完善,生活条件良好,能够充分保障船员的身体健康。 刚上船的时候,我是正好赶上船上的第一个早餐,然后感觉条件挺好的,比在家里吃得也好。 努力工作的同时,张玉鹏也渐渐理解了父亲当年的心境。 像远望号,好多人都是这样工作的,包括他们对待家庭,对待这些事业,这些东西都让我感受到了一些让我知道我学习的地方。 可能是我父亲只是他们作为一个代表吧。 迄今为止,远望七号已执行了19次任务,成功率为100%,张玉鹏相信,父亲在九泉之下,不仅会为身处一线岗位的自己感到骄傲,更会为中国航天策控的发展感到自豪。 这也是他所期望的,因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不断的向好,向上的发展,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每一名远望人最想看到的事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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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